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依旧清醒守候在天天电台 我是汪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音乐DJ一博 又到了七月毕业季 在这伤感的离别之际 我们要聊聊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打热线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您好 请问您是今年的毕业生吗 您好 我毕业13年了 但是毕业当年的散伙饭 我有一个遗憾 那是你生的遗憾 你说说看吧 十年前的散伙饭 大家情绪要翻天 点了一桌好吃的 道道都是我爱的 散伙饭上有效累 十年之后难忘谁呀 我这一开口就知道是个老江湖 那你还有那个自由风格看来 耶 DJ drop the beat 十年前的散伙 翻手我做过一个好女孩 心灵手脚 美貌如画 十年之后放手下巴 不知姑娘人在何方 是否依然快乐 健康十年来 我想念你的健康 我想念你的闹 我想念你的笑 我想念你炒菜香香的味道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吧 好不好 哈啰 我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笑 看一看来 OK 想念炒菜时候的味道 不管清蒸还是烧烤 无人能超 这一段一口让我一生忘不了 马兰山贵宾楼的厨师小薇 你是否听得到 耶 耶 再来一遍吧 好不好 谢谢这个朋友的这个 希望你能够尽早地找到你的小味 伸出你的小孩前堂江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喂 喂 你好 我是Lito小张伟 你们电台放的歌太好听了 但是我一个遗憾的 什么遗憾 我毕业散伙饭时候 没有跟我的老师说一声 对不起 一直后悔到现在 哎呀 不要可惜不要叹气 接下来的时间给你 你的老师肯定能够听到 好的 亲爱的王老师 我是您的学生Lito小张伟 当年在学校因为年纪小 不懂事经常给您添堵 真心地说一声对不起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 希望能够献给您原谅我 天若有情天一老 上课零食少不了 天涯和中午房操 偷吃早饭要寸早 老夫了发少年狂 若您伤心累两行 不考给过能不能 老师帅过月云旁 一树梦来明月光 一碗压学粉丝套 一堂毕业赛 老师想得直行 这什么祸子 垮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人生落场如初见 我请您吃个牛肉面 成亭沧海难为水 我请您吃大鸡腿 犯什么人懂事情 干了这杯行不行 学生年少太冲动 整道老大才会懂 音乐停 谢谢 老师对不起了 谢谢您 谢谢这位Lito小张伟 那么少小的年纪 就有这么大的才华 希望你长大之后 变成大张伟 能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锅 收音机旁的您 是否也跟这位小张伟一样 在年少冲动的时候 跟老师闹过别扭 相信在很多年之后了 你会知道老师的良苦用心 今天的这个天天电台呢 就到这儿了 对不对 对 谢谢你说了一个 对 希望每一个同学啊 虔诚似锦 接下来要陪伴您90分钟的 是由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 的函数黑面膜的天天向上 好 谢谢各位 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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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打烊恰 不打烊恰 不打烊大吃一下恰 2016年夏天 天天向上暑期美食记 引得观众味蕾大开 2017年夏天 天天向上暑期美食记 再次重放来袭 欢迎四个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夏日美食夜市 几位吃夜市吗 吃 吃 就在夜市出生的 从小就跟着家人没事 就逛逛夜市 吃吃小吃 咱甘肃有什么 有 甘肃有一条小吃街 然后就是晚上才开门 那当然了 那早上开门叫早市 不好意思 我们就有条夜市 晚上才开门 但是你知道兰州最出名的就是面食 然后要玩就是牛羊肉 对 所以你吃那个就 很实在 然后必胖无疑的 绝对是 2点 我就是夜市长大的 我妈可能说我就夜市捡回来的 所以你是到了晚上都要吃点 我非常爱吃宵夜 什么 你这个完全看不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我老公说胖了忘肤 他老让我往肥了吃 这个二姐最近也是 也有 对对对 有喜了 不是 恭喜恭喜恭喜 有事了 有喜了是应该多吃点 有喜事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有喜了 老天变眼 泡芙小姐 谢谢 泡芙小姐 其实这个二姐是控诉过我们节目组的 是 你看还发了微博了 为什么我去天天上的时候 是蹦圈 蹦圈 撕裂 我来不去 而不是去吃粉和面 看了你们那期吃粉和面那期 我气炸了我已经 你特别爱吃 我特别爱吃 我气炸了 我在酒店里跳着 我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要去天天上舞台上躺着撕裂 你也不请我吃东西啊 我去小米儿里面 等到今天他们就走 你知道 时间永远地停留在这一刻 我要吃10个 他又卡住了 你要不要今天还是要完成一遍 要不然节目不好播出的 必须得过一遍的 所以你看 这次就来了 来对了 王王你也爱吃宵夜吗 他干吃不怕 也爱吃 就如果不吃东西 会低血糖就会生气 对 心情会不好 对 心情会非常不好 一下子就感觉 完全影响了这个世界 对 就感觉腥风 没有东西填进去 你觉得对 这给你找的这利用 真的很棒 心口工作到底为了什么呀 心口的意 对 我是其实 只有回到兰州的时候 我才去吃夜市 最近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马上要开巡回演唱会了 是什么时候 8月5号 你怎么知道 因为8月5号是我演唱会 9月初是第一场 9月初 在成都 长差也有演唱会 长差也有 长差也有 这个工作提上日程之后就 更得瘦 对 不能再吃夜市 那你为什么我们这次做夜市这个节目 你就来了呢 这是我的工作呀 真的 你真的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这是我的工作呀 来这儿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这个借口 可以好好的 好 上班 上班 我小时候也经常跟外国外婆去夜市嘛 但是东北夜市有测血型的 有测未来身高的 这事我都干过 我知道我是B型雪人生第一次 就是在夜市测出来 东北夜市 对 还有夜市 主要吃什么呢 露串儿 对 露串儿像大连啊 就是喝啤酒 然后吃烤海鲜烤串儿 一边撸串儿一边凑雪行 对 这签都扎 签都扎 扎一下 农香雪 而且夜市当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 就是当下 各种好听的金曲 你那时候逛夜市的是什么歌 以前就是爱琴鸟啊 还有那个 再后来不就是 太冷了 再后来不就是SHE的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我那个生活 我是爱琴鸟 全世界都在说 对 但现在 他们怎么这么年轻 现在就是 该别和你演出的 我是不见 你这也太往年轻里靠了 我真的吗 我爱琴鸟还年轻呢 除了这首还算还可以 还双双人的信仪 对 这也是热门歌曲 王欧 你小时候听的是什么 就是我 我爱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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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这是我那个年代的 真的 真的是你这个年代的 你那时候是妈妈抱在怀里 你就去逛夜市了吗 不不不不 我觉得能在我脑海里面 不不不不不 那就拿着我们的样烤串那个 那些季形烤串 一边烤一边一边一边 一边推推 然后有一点像 大家都来吃一下 不要告诉你妈妈 然后就那种 不要告诉妈妈 为什么不要告诉妈妈 我不知道 我看无契是有那种烤那种 鱿鱼的 一边扭一边烤的 对 就是那个季形烤串 就是 就是那种 奥巴蒋尔斯的 最近不是出了一个那个吗 那个甩面那个 甩面甩面 我反正有 大巴是过来呀 我爱情啊 反正有 大巴是过来呀 大巴是过来呀 我爱情啊 我爱情啊 你别去甩面 就要是卖鲁鱼多好 郭忠祐师 就烤那种鱿鱼你知道吗 旁边都不敢占人 我觉得烤的是你吧 干你盘 我恨得鱿鱼的 我恨得鱿鱼的 您小时候呢 我小时候我爸爸是 北京夜市头一批人 鼻祖 老字号 对 我爸爸那点 因为跟我妈 他们两个人挺熟的嘛 大当然 对 然后就打算一块创业嘛 弄煎饼 然后弄馄饨 但是我爸有一个 特别厉害的才艺 就是那个后边有人追他 甭乱说 就是说 你爸烙煎饼 然后他端着那个一盆鸡蛋 不是贪肩胃那鸡蛋嘛 一爬砸 整个那个腿都整个肿了 然后那个整个脚舌了 对 但是那个鸡蛋这么拖着 一个没碎 一个没碎 好心酸呢 对 真是被了下一段对 一个都没碎 一个都没碎 好 鸡蛋都是沾在一起的 对 一伯 你呢 我不怎么爱逛夜市 对不起 这句话 您不应该到一伯呢 大家几个都聊得特别嗨 连这个鱿鱼都出来一到那 对 我不怎么爱逛夜市 那你小时候最熟悉的歌 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都哼的 走吧 走吧 别在家里待着了 都去逛逛夜市 什么 就是我们的 什么听妈妈的话那些 哦 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那还是走吧 走吧 走吧 对 还是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天天向上 开启夜市祭 因为逛夜市是认识一个城市 最好的方式 是的 四位作为这个夜市吃货 他们都会带来私家的增长 然后呢夜市最爱的美食大学见 增长 增长 好 接下来请一一站到我们这个台子上 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美食 介绍的同时呢 天天兄弟还有其他嘉宾 就开始品尝 看看谁 带来的这个夜市最好吃的东西 能够获得最高票好不好 好嘞 来 有请 楼宁 第一段 这个很丰盛啊这个 看下去 哎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 我先来 哎呀 看着就 看着就流口水 我是来自四川 大家都知道成都夜市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 顶了尖了 就是在我心里 没有什么地方的食物 能超越我心目当中的 家乡的食物 但是后来 我嫁给了我的老公 他是个武汉人 他为了让我证明 我嫁到武汉去之后 依然能够吃得很开心 他就拿出了这个杀手锏 然后一下就征服了我 沈济蟹饺饺面 先用武汉的蟹饺 嚼着十壶的麦桃 将沿上浓郁香辣的攀制 这火辣的武汉风味 让你停不下来 特别特别有名 但是这个老板 是非常非常高的 每次不管任何人去 都必须得排队 而且这什么口 怎么口的 酸甜口的还是 辣的 辣的 咸辣的 是对了吗 好 别耽误事了 大家先来品鉴一下 我就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热干面 你们要不要吃啊 大家吃完以后 向各位描述一下 要拌匀 要拌匀 沈浅 你要把它搅和匀了 拌着匀再吃啊 哎 晴峰 后头还有几轮呢 二姐 你那盘也真是 给你放这儿呢 二姐 你那盘也真是 二姐 你要吃那盘大的了 观众吃什么 现在吃完了以后 请大家来描述一下 自己吃完这个面的感受 二姐 你回到座位上 把筷子放好 好 二姐 你回到座位上 把筷子放好 好 好 我们首先从王一博开始形容 王一博肯定说 哎呀 错过 还行啊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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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正我不爱吃海鲜 但是这个面 我也还凑合 这样凑合 对 其实这样的 它里面有辣椒麻椒 这个它就是把这个蟹呢 味道调得特别好 然后蟹里面也特别入味 入味 入味 因为前方现在是 留着哈喇子说的话 所以有点 对 斩面加上这个蟹 就非常的香 然后香 又辣 而且那蟹呢 又有鲜的味道 对 鲜甜的味道 鲜甜 鲜甜 好 来 宵宵 这个停下来啊 好 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面的 然后这个又是有点辣辣的感觉 我觉得要是再给碗陈醋 就完美了 对对对 吃面要放点醋 我同意 我同意同意 放一点橙醋 我吃出了鲜香辣的感觉 鲜香辣 对对对 非常鲜 因为它有那个海鲜在里面 对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味道很重 但是我觉得如果味精 稍微再少一点点 可能会更好 味精要稍微少一点点 那没有放味精啊 那里面 这又没有放味精 露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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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贵总 来 我觉得真挺好吃的 就是真挺好吃的 如果我不是一个兰州人的话 这个面真的挺好吃的 所以潜台词是说 这个是很高的评价 不如我们家的面 对 而且这个就是特别像 我们吃的那个香辣蟹 对 拌面 香辣蟹结束之后 拌面 下一碗面 然后 拌面 拌一下的感觉 接下来第二位 我们来看看上的是神马东东 我已经看见了 肉 肉 我的天 来 请他的主人 我的菜 我的菜 这个有点恨了 我都害怕我的口水忍不住了 所以我要介绍的这个是 就是一个套餐 那是多少钱 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就是羊骨头 然后羊汤 然后还有羊肉串 跟我的家人也来这家吃过 然后未来 我觉得跟我的孩子 我也会来这家吃 对 你说这么半天 都凉了吧 是吧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 好 来 来 原始的肉汤 鲜香味道烤羊肉 嚼一口羊肉 喝一口鲜香羊汤 正是梁州容 最豪爽质朴的味道 有很多人不喜欢吃那个 烤羊肉中间那块肥的 我就喜欢吃肥的 肥的那个加花就好 这个不带吃铁尖的啊 大张伟 大老是吹笛子呢 大老是吹笛子呢 吹笛子就是 这肉太倔强了 你看你那牙口 你看看魏晨 你咬住肉不要咬尖子 你别咬着尖子 这个 其实它有点凉了 咋样 大张伟反正只要有肉 羊汤 羊汤 大家尝尝 羊汤一定要尝一下 嗯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好吃啊 魏晨好吃 好好吃 你发现没有 就你们那羊啊 羊肉跟别人这不一样 特别的好 关键是 我去很多地方吃 它的那个佐料的味道很浓 它会遮盖到那个肉的鲜味或者 对 盐跟辣才过了 你这个因为羊肉本身就好 对不对啊 所以它的盐和辣子不是很多 前锋 你真是个吃货的样子啊 这个一定要拿这个吸管缩 吸这个中间的骨头 好 接下来 我们请大家形容一下 首先 王一波 一波这你爱吃啊 爱吃应该多很多 我爱吃 真的爱吃 真的很好吃 这个骨头上的肉特别地软 然后还很香 就连着骨头那个筋啊 那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对 就特爱吃那个部分肉 大政委 大政委 来 麻烦您把嘴巴擦擦啊 来 关键 因为 你看 你看我那个都吃完了 怎么就给两串啊呀 然后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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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吃 而且它那个辣味吧 不是那种生辣 就感觉是辣在肉里的 对 然后一吃肉 肉里还能出那个辣的香 就感觉是余味一直照亮 对 刚刚刚就像魏晨所说的 它没有很多的香料或者佐料 它只是辣椒跟盐 纯靠肉本质的那种鲜美 纯靠肉本质的这个 对 这个就非常的难得 好好吃啊 因为老师听说 那个兰州的羊肉 特别文明吗 牛羊肉 但是我没吃过之前 羊特别文明 对 羊特别文明 对 但我一直没有去拜会过他们 今天谢谢天天向上 谢谢魏晨 让我吃到了兰州的羊肉 好 二姐 二姐 刚吃完你最喜欢的这个蟹饺面 它有点冲在嘴里 就是冲突 但是都很好吃 就是这个一下把我蟹饺面的味道 给盖过去了 对 因为它所有的食材的鲜味都在 就是很纯这个味道 对 汤呢 汤呢 你觉得汤呢 香 很香啊 就我觉得如果就是热的话 少放点冰筋更好 我肯定就干了 对 接下来 我们来上下一位 又是个 这是个面吗 又是面粉 我来了 我来了 今天这一碗真的太大了 来自我们南宁的 这个是老耳面 这个是老耳粉 这是什么 酸笋 但是有人喜欢吃这个酸笋的话 就欲罢不能 对 又是我的菜 特别好吃 就是螺丝粉里的那个酸笋 啊 螺丝粉 螺丝粉 螺丝香你这里嘛 这个是 广西老耳粉 爽翻天的酸笋 辣翻天的汤汁 配搭Q弹的粉条 用一碗粉 感受广西人酸爽的夏日吧 面粉 那这个老耳粉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 对 我还挺无法的 对对对 从前从前 有两个人 爱你很久 但偏偏 但偏偏 雨渐渐 大家每看你不见 对 对对 对对对的好 一对朋友 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人生病了 还有另一个人呢 就用他家乡的 最地道的这个方式 给他做了一碗老友粉 酸酸辣辣的 出了一身汗 感冒就好了 所以从此以后呢 这个粉就得名叫老友 就是好朋友 那你每次回去会去吃吗 一定要 这个是我一定要吃的 回到南宁必吃 就好像我们湖南人啊 到外头出差 长沙人 只要一回到长沙 绝对下飞机以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 对我们常常叫缩粉 缩粉 缩粉 南宁也是这样 一波什么都不吃就爱吃粉 是吗 对吧 潘哥怎么吃哭了 就是那个酸笋的味道 酸酸的 是吗 好吃好好吃 我先吃泡粉 吗 我就用用来烤粉 我在用来烤鸡的味道 给你烤鸡 你说说 你说说什么感觉 那个油啊 跟那个面已经在一起 好长时间了 入口即化特别好 这个汤头特别厚 然后每一口粉呢 都可以带上很多的汤来 而且它用的是这个齿油 它的豆豉用得很好 豆豉加上辣椒 对对对 我从小就爱吃这种汤汤水水 那种面啊 粉啊什么的 跟那个蟹饺面比起来呢 这不是男为他吗 不一样的风格 我觉得他这个粉很特别 因为它有点那个U型的感觉 就它U型粉 有凹槽的 然后就可以 在里面带着那个汤汁 一起缩在嘴里 超特别爽 魏晨为了演唱会 已经饿了半年了是吧 今天算过节了啊 我寄给你 你看前锋过的个天啊 我寄给你 我寄给你 如果你往你的右边 再看一下那个锅 你就哦 好 接下来我们上 接下来我们上 涮羊肉的锅 肉质细腻的涮羊肉 配上咸香浓稠的芝麻酱 在炫火流筋的炎炎夏日里 让饕客们食指大动 欲罢不能 大家之前都会担心 他们的食材会凉掉 这样味道呢 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 哇 这个就是现涮现吃 让大家吃口热的 哇 这个叫羊尾肉 羊尾油 哦 羊尾肉 对 蘸一下 羊尾肉是最嫩的 对对 活肉 他们家烧饼怎么样 对对 烧饼也特别的好吃 因为吃涮锅 烧饼的 来吧 上吧 上烧饼 哎 麻酱 嗯 什么呀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Live 这就是 活儿的意义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直接来这边是吧 可以快吃啊 你们去嘗嘗啊 对啊 早说啊 拿筷子 拿筷子过去 我们去尝一下 风哥 这真是可以啊 哎呀 这羊尾 羊尾 我吓了 这羊尾太肥了 可能是大家会觉得 现在是夏天不能吃羊肉 其实不对 因为夏天大家消耗 体力比较大 会大量的出汗 这个时候吃羊肉温补 其实对身体是极好 羊肉必须要 对 要为纯来鉴定 晨晨 你鉴定一下 怎么样 你鉴定我相信 这个羊肉绝对是正经羊肉 正经 你们家羊肉不正经 是不是很正经 正经的羊肉 正经 不正经的羊肉都被抓起来了 魏晨家乡的羊肉是文明羊 文明 这边是正经羊 咱就忘却前面三张吧 我觉得娄老师你赢了 四道美食都已经吃完了 大家还点评一下 我觉得各有各的味道 文明羊跟正经羊比起来 都是好羊 都是好羊 关键是温度是最重要的 对 它是热的 不是 干的 稀的 暖的 肉的 还有水 什么都带了 王一博 王一博 你说说 是很好吃 但是我还喜欢吃粉 王一博 王一博 什么你说肉 羊肉确实不错 羊肉是我的最爱 就卡着吃吗 我觉得都很好吃 很好吃 但我很难打分 太难舍了 它这个热的占了先机 对 对 因为我讲究 怎么能让大家吃凉的呢 直接把前面三位都卖了 没有了 灯光师还有技术部的老师 如果愿意吃的话 闪一下灯 这么快 平闪 这白夜太快了 太可爱了 老师们辛苦 不至于吧你们 好的 谢谢四位 大家是不是有些吃累了呀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魏晨 给大家带来一首旅程 你丢 by my side 后不离没 把你吐得开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 不可思议 把规则说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 执着而绝望的 下个路口会有奇迹 走过怀里片段 也会遇见平凡 梦是我唯一的心笔 Stay on my way 不必再为我遮风淡雨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费语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费语 Please believe me Oh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ailure Can't stop the failure 静静的脚步越来越快 Oh save me fly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Stay on my way 我们来问一下大家 就是吃毕业散伙饭的感觉 你是什么时候 晨晨 我是毕业的时候 那是哪一年 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是小学的同学 初中的同学 高中的同学 都是同一波同学 因为一直蹲班 12年 对 那感情得多好 特别好 所以吃散火饭的时候 特别开心 终于可以跟你们说白白了 开心 对 那你们吃的都是什么呢 我们吃的火锅 那一年说再见的同学好多 就真的没有见过 我到现在 你吃的是毒火锅吗 同学们都已经走了 我想死你们了 吃火锅的同学们 特别想着吗 真的 真的 香香你呢 我这种饭吃的是香菜 就是吃的一把香菜吗 不是 是香菜的香菜 然后就是大家就聊聊天 然后喝喝酒 吹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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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大家一直吹 来 暂火喽 吹上雨 过生日了 大家走的时候 都非常的激动 然后也觉得不舍 然后我当时还放下一句狠话 将来如果楼玉霄混得不怎么样 就算了 如果我但凡混得有点起色 有我一口饭吃 就有大家一口饭吃 您是梁山那边的 哭 哭呀 肯定哭 肯定感性 你们那时候散伙哭了吗 散伙没哭啊 没哭 你们散了什么火啊 真的见了12年 其实就 我都会烦了都 是吧 但是当时烦 一离开马上就开始想 特别想 想念啊 有那种失落感 王欧 你是什么时候散伙吃饭 我年纪有点大 散伙太早了 你当时你不这么有我大呀 对啊 看不出来 而且那时候我们没钱 就没有吃散伙饭 对 我一个星期是 就是一天十块钱的那个伙食费 所以一星期五天就五十块钱 那七几年应该挺多了 你不是说你挺大了吗 对 阿南宁最重要的就是米粉嘛 我们不行就一顿米粉解决嘛 就是最后分别的时候 应该还是有一个小仪式 对 那时候一校毕业嘛 就没有人再陪你一起练功啊 其实还是蛮伤感的 虽然说真的没有说 像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喝一顿 吃一顿什么的 然后各自收拾行李走的时候 也是蛮难过 哭吗 哭吧 姐妹们各种抱头哭 就是离开学校以后 大概有多长时间没有经历 可能有四五年 但是现在基本上 跟你在学校玩得好的 你每年回到老家 过年的时候 大家七八个人还是聚在一起 我上回也是那朋友圈 我国际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圈 我一小同学没能够 拉一群里头 我说哭 我多少年没见小同学了 然后我一点的头像 全是卖包啊 然后卖那个鸡鸡鸡鸡鸡奶粉啊 什么的 带购了 二姐呢 二姐呢 我们同学动不动就散伙 一言不合就散伙 各种聚与各种散 一个作业没交好 不给你们玩了 散伙 吃一顿 喝一顿 那其实我们真的没散 我们班同学团 这感情特别好 一直都在 就是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 因为中央显示娱 北京你知道 都棉花普通 对对 我路过我 太多小吃饭了 对 学校门口 特别特别多那种小店 前方 你们散过火吗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当天退伍的那些 感情不一样 朝夕相处两年 然后就是 当时还有个仪式 全部站在那个排练厅里面 然后领灰被拖下来那一刻 哇 那个眼泪狂 就这种 那会很难过 特别难过 一说到散伙饭呢 就会说到这个 好吃的东西啊 美食 每座城市 都是有各式各样的夜市 但是大学附近的夜市 应该是每个人 在读大学四年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们第一期的夜市争霸赛 天天高校夜市王者之争 请看 王者之争 王者之争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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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高校代表队 已经蓄势待发 上海高校夜市代表队 由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组成 他们要推荐的 是连接三所名校的 上海大学路夜市 成都高校夜市代表队 由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组成 他们要推荐的是 在成都各大高校中 赫赫有名的 成都建设路夜市 好了 两座城市的 大学生代表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上马过来吧 建设路夜市 让你来到四川 知道不想走 大学路夜市 让你步出上海 尽出国际版 老好歉 请支持我们吧 欢迎大家各位 各位上海 还有这个成都两地的学生代表 是 来推荐自己学校附近的夜市 是 你当时在上系进修的时候 我们都吃那个 上海叫 小柴火 小柴火 就是小柴火煮的那个混沌 那个其实特别的好吃 对 放点虾皮 紫菜 那个非常 暖味暖心 是 现在还怀念那个味道 特别怀念 当时是跟谁一起去吃的呀 当时是一个人 当时是一个人 对 霍着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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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桌特别的评委 他们是2017年优秀的高考毕业生 他们要跟他们大家一起呢 来进行评险 我们首先请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X9少年团 然后我是X9少年团的主唱担当赵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X9少年团的刷鞋狂魔郭子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X9少年团的舞蹈担当夏之光 你们分别考起了哪几所学校 我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专业 音乐剧 好 我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团 电影学院 跟那个王俊凯 哎呦 同学了 哎呦 太棒了 同学了 好 来 时光 我是上海星际学院的表演系 哎呦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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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双方两所大学呢 都代表自己城市的高校来PK 那到底要如何打动我们现场的观众 包括我们场上的这五组评委呢 是啊 就废这些了 真真正正厉害的是上美食 说明一切的就是实实在在地把吃的东西弄上来 我们这几位评委都已经非常非常着急了 都已经饿死了 都饿得不得了 前胸贴后背了都 前锋贴后背了都 前锋贴后背了都 前锋贴后背了 前锋贴后背了 现在每一组带来的美食更受我们的平稳青睐 最终可以获得高校夜市的三份荣誉 分别是 是的 天天想准备的大礼包 天天象成夜市记忆的专属奖杯 对手真心的花式赞美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美食的喜爱 好不好 好的 好 请问哪边先来 哪边先来 我们成都先来嘛 大家好 我叫王博江 来自陕西西安 目前在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学院读大二 我们这边首先出战一道创意改良的成都传统小吃 爪爪 大家好 我叫刘亦竹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商务营与专业 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大学路的一家西北菜 好 上菜 来 各位评委 各位评委 赶快 我们都不不期待地站起来了 这个看得也像魏晨他们家的吗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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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刚才说了西北的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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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先拿筷子 每个人先拿筷子 拿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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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伯 快拿筷子 这是粉 一伯 快下 一伯 快吃粉 不要在乎那些 我很想喝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牛奶鸡蛋牢骚 牛奶鸡蛋牢骚 跟我们家一样 我们家也有 您是这个地方的老板吗 是的 是的 您叫包子 包子 但是我不卖包子 我卖爪爪 我们家的爪爪到底好在哪儿呢 我们家的爪爪 根本就不用牙齿 就一鸣就化了 多的 它是个吸管 本来是吧 不是 不是 是牛耻 它包在这个砂锅里面 所有的爪都不一样 它必须让它三步走 哪三步 你先吸 然后你一吸的话 它的皮就掉下来了 然后就很趴 这是四川话 很趴 就是它四川话里面的意思 就是软软糯糯的那种 爪爪爪 对 就是那个意思 第二步 你再抿 然后你一抿的话 你爪爪里面的调料的 那种汤汁的味道就出来了 麻麻辣辣的味道 在口腔里面 特别的好吃 姑娘 你快说 那边都快吃完了 不不不 这个必须得慢慢地披 然后第三步 你再吸 入到骨头里面的味道 这个时候充斥口腔 就实在太爽了 然后第四 再嚼 把骨头也嚼了 你这个你这几个步骤 你更没有付钱 这个一个步骤太好了 真是的 而且你就 尝一下这个爪爪 太吃辣的这个 真重的 我吃这个想着那个 这个肯定特别的好 对 天哪 这个肯定封掉了 爪爪 爪爪 爪不爪 爪爪 爪爪爪 我都不勇雅吃 别牢牢 我先吃一下 我还有刷料 这个完整的一份是三姿 还有刷料吗 对对对 必须的 我们 我们味道是有情感的 刷成这样子是吗 你尝尝先尝这边再尝那边 你尝一尝这个可好喝了 可好喝了吗 可好喝了 是吧 可香了这个 这个厉害 这个很厉害 还有我们秘制的香油 可香了上面 这怎么吃啊 拿手抓着吃 有手套 有手套 对对对 来 二姐你带队 你带队啊 我带队啊 你带队 这是你们四川成都的 热的啊 热的啊 我说句实话啊 就是你们吃兰州的东西 不能这么7 你们就哭 不开心 什么感觉 我说没有 太好吃了 这个咱们不知道 怎么这魂都没啦 诶 这个咱们不知道 什么叫魂都没啦 诶 这个咱们不知道 怎么吃下去了 诶 好烫啊 那你别塌子了 诶 你是怎么吃下去了 好烫啊 诶 有神经病 诶 诶 我吃这个 诶 我吃出香蟋 我就化了 诶 真的假的 我用嘴一寒那就化了 你诶 在我 诶 在我 摟一箱 好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都闻到香味了 魏晨 魏晨吃点 尝一下你去尝一下 一层层忘了刷料了 二麻 二麻 这个 给我一个爪 给我一个爪爪老板 好好好 您稍等一下 把热水袋拿上来 把热水袋拿上来 我给你打包 二姐你说 像这种水准的 好辣 你大概一次能吃多少个 这一锅都是我的 这这一锅都是我的 一锅 一锅 我会一边看天天香上 一边吃这个吧 吃完了 胶原蛋白吧 对 您这个排队吗 每次得 那不是排不排队的问题 我们专门有想着带购的 就是由于排队尝尝懒得懂 有一些朋友就直接让这个菜 那你就封哥做 封哥这品呢 封哥怎么样啊 专业开饭馆的人 我炸了 想起了妈妈 想起了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这个太好了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 这个就看这里的人气聚集 你就知道它得有多少吃 快吃苦了 但是你们也不要忽略了马二 是吧 您为什么给自己 取个这样的名字 他叫包子 您叫马二 因为兰州有一个马三 所以我希望我能做得比他好 你快点给我 快点给我 快点给我 好了 给你三个料 给你三个料 你像这个大概一天 能够卖多少份 我凉皮的话 一般快的时候 两点钟就卖好 两点钟 下午两点 限时限量 小刘 来来来 您会经常去这家吃吗 谢谢 特别是上完课的时候 然后特别饿 然后吃这个叫大口吃 很爽 就一点点大口 对 这个是什么感觉的 麻辣的还是 酸辣的 酸辣的 但是我跟王欧都觉得 这个是很厉害的 好厉害 这个真的非常好喝 而且我觉得肯定 对女孩子很好吧 因为里面有牢骚 对 还有鸡蛋 还有酸奶 对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你特别想推荐的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招牌 叫扫子面 扫子面 扫子面 其实在咱们那边也是 扫子面 就是家里做的特别好吃 一吃到扫子面 就有一种吃到家的味道的感觉 你每年回去的时候 家里 他们会做吗 我大舅妈的扫子面 是做的最好 做的相当的逮劲 大舅妈 他说是大舅做的 不是大舅妈做的 真是吗 我大舅做的也不错 这个里面 就是这一点劲道 哇 味道很可惜 哎呦 真棒 他们吃面的高手就是这么一丝 怎么样跟咱大舅妈做的 这老卤的太好吃了 相当正经 那是不是不正经呢 就为了不对就不正经 不正经 这个绝对正经 就像你刚说我老公一口羊肉 你说你要是回去 大舅妈做这么大一碗 你是应该分分钟就把它给 左右开工 你一碗可能不够 你一碗可能不够 你一碗不够 你一碗肯定不够 你还这么瘦 你像这样的 如果是大舅妈做的 你能 两碗吧 至少 两碗起啊 两碗 我天 好 各位 我这边全都是鸡骨头了啊 超好酷的 韩哥你吃过这个老卤吗 没有辣椒的 韩哥 王一波都吃哭了 你干啥 都吃了 来 闪开一下道路 把脸都是累 你吃哭了 来 现在咱们别把头发也吃了啊 咱节约着点啊 来来来来 哎哟 好的 好 各位 现在大家做出选择 请回到自己座位上 找不得回去 你再端一盘 座位上面有 你 为什么你直接端一盘回去 你再端一盘回去 我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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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需要点离 好 各位 都回到自己座位 接下来 我们要有请评委 要举牌 举牌 来 回到自己座 走 首先从子凡 嗯 你选择的是上海还是成都 鸡爪 是咱们成都高校推荐的 对 扫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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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上海高校推荐的 请选择 你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 这道香油 可香油上面 这个厉害 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 二 一 爪子 成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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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魏晨 选择 魏晨肯定扫子面 对 帅 肯定没得说 吃出了大舅妈的感觉 大舅妈的味道 大舅妈 好 王欧 王欧正难选了 王欧应该是特别喜欢她的这个唠糟酸奶 酸奶唠糟 那没准就给她了 但是她应该也很喜欢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特别好 韩哥真太懂我了 辣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对 但是呢对于有点美容养颜的东西 很养生的东西呢 我又舍不得 是 所以我还是今天决定选这个 这个 我熬高鸡蛋牛奶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广西也有 这个对女生特别好 都是爱喝汤 对对对对 这边应该带点解辣的那个东西 应该有吧 好 接下来 真的也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二姐 前面还有一桌呢 二姐 因为我不用为难她 她一定会选鸡爪 前面还有六个鸡爪 鸡爪子也养颜 你们都是胶原蛋白 二姐 你选择的是 我都没有取牌 蟹角面 哪有牌子的蟹角面 蟹角面 我选鸡爪了 我选鸡爪 鸡爪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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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二对二 二对二 那个肖肖 你成最重要的一票了 因为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面食的 所以这一次比较我占 这一次比较我占 比较我占上海 上海 好 一轮上海3比2 获胜 接下来第二组 我们上海队拍谁 前后两千万 拍照更清晰 前期拍照手机 OPPO R11 提醒您关注 稍后看点 对 我们的麻辣套 是被很多健身教练推荐的 对 所有的这些食材 都有固定的一个客数 对应它的热量 听说你还差点任意 一位学生做干女儿肚 因为这学生呢 天天来我们家吃老花 我愿意吃的吗 还有一片毛肚的空间 有一片毛肚的空间 看了好几轮 二姐疯了 谁把肥肠送走了 我的肥肠 我的肥肠 第一轮上海3比2 获胜 接下来第二组 我们上海队拍谁 大家好 我是陈吕翔 来自复旦大学 美国人民中心 大家好 我叫刘友果 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一家 来自上海大学路的墨西哥菜 好 评审们请上场 大家来品尝 这就是鸡肉酒丸 现在这个是只有的 那个是我们的 反正墨西哥菜就是拿那饼包一切 对吧 什么都可以包一切 包一切 包治百病 对 一块饼包所有东西 你尝尝你喜欢吃肉吗 我也吃一小块的 里面姿势稍微多一些 姿势多哈 对 刚刚出炉 刚刚出炉的 这个吧 觉得特别主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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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来了 对 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又来了吗 你不能再吃了 你不能再吃了 我们今天可以来一人撕一口 这要是炸你 刚刚那个马酱 马酱对 就是那个火 老北京的火锅 这好吃 淋辣椒 可以放在一起吃 墨西哥人人好像很爱吃这辣椒 对对对 你应该爱吃面食对不对 爱吃这个奶酪或者起司吃这类的 哇 最沉会吃啊 对 总要这样夹个辣椒一起吃 还有 这个里面的芝士 怎么样 就是 就是因为我本身因为害怕胖的原因 我不吃芝士的 有芝士特别好吃 有芝士特别好吃 有芝士特别香 但没有芝士其实不长胖的 随便吃可以 来 而且你尝尝 而且你尝尝 然后就是面稍微胖一点 没关系的 还行 还行 咋样 这已经看上去很健康了 首先它没有炸的对不对 对 然后不像我还吃那些东西 然后没有 没什么油 对 好吃 我特别想问一下家军 为什么会想在大学路开一家 这样的一个餐厅 对 我从小就在Saint Frame长大的 然后所以特别喜欢吃taco 主要我妈妈是上海人 所以来到上海之后 就吃了很多不同的西餐啊什么的 就是吃不到 非常正宗的 那个味道跟那个感觉 我们是一个加州市的 所以就清淡一些 我们全部东西都是无油少盐 对 无油少盐 无油少盐 或健康食品 那无油少盐 能做到这么好吃 也是很神奇 小鹏 小鹏 意想 不容易 您经常会带着留学生朋友 到这家餐厅吃饭 他们都会怎么评价 会评价这家店的非常健康 因为这里面有牛肉 然后这家的酱料 都是可以自选的 因为外国人嘛 他比较注重自己身形体型的 这些东西 牛油果 你要去的话你会点什么 必须点的 牛油果 对 我首先会点一杯 牛油果奶昔 对 因为它跟这个 TACO配着喝非常好喝 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就是成熟的牛油果 对 这个就特别的好 对 好 我们介绍完 小鹏准备请假到荒台板 拉链改一改 真的 好 我们这个 来自上海的同学 已经推荐完了 成都的同学哪位来应战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南财经大学的 留学生李霞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冰粉 看着不错 这个 天呐 冰粉亮亮 来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色彩冰粉的冰粉 看着不错 这个 我的天 我的天呐 我们小的时候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多配菜 但是又要放红糖 对 芝麻 我想问一下 冰粉亮亮你煮哪个煮了好久了 我煮了四多年了 四多年了 对 她是在成都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人称建设路 扛霸子 女版李伯琴 也是接的一股清流 哎呦 我想问一下成都的同学们 都认识 都认识冰粉娘娘吗 对 我的天啊 等于她是 咱们这个成都很多大学生 在成都读四年大学的 最美好 最清凉的记忆 是 你喜欢吃冰粉吗 喜欢 王欧呢 因为南宁不叫冰粉 叫凉粉 哦 凉粉 对 其实东西是一个性质的 那我们来尝一下吧 你吃过吗 吃过 我在成都上学的时候吃 对对对 三位三位有没有吃过 我是成都的人 哦 给你配一碗 配一碗配一碗 来 我给你做的是 高端大气三档吃 低辽色滑 接地气的艾马斯的 哦 艾马斯的 艾马斯的艾马斯 嘿 你那个是乱炖哈 这个多少东西在这儿 我凉凉好会说哦 哎呦 这冰粉我给你讲吧 它是原生态的 带气泡的 哎 为什么带气泡 对 我刚好问这个 这个冰粉我告诉你 是产自云南 来自西苍 那边日照墙 月光冲长 它在山山老林生长 没有污染或山泉水 长大的一种植物 豆水 我们这个冰粉用 十二个字开阔就是 聚日月之精华 采天地之灵气 它含有多种 绝对是个 林天安家 林牧长的原生态 优秀健康食品 哎呦 喂 哎呦 这个人 人家电视 电视直交干过哈 太厉害了 什么 有 有 有 看你果子嘛 你吃的多就 吃的少就 小 英文 还讲英文 帅嘛 加上玫瑰 就是笑话冰粉 对不对 成都话就说 冰粉加玫瑰 吃了不再口 所以大家 哈哈哈 我跟你说 到底来这是买 买冰粉 不用买 跟你聊天都可以了 买冰粉免费听相声 搞笑 弄一碗 来一个 好吃 好吃下来我再给你们做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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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冰粉的灵魂 是不是 红糖 我最喜欢冰粉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红糖 你还可以再加点 对对对 它甜甜的 娘娘 我要一个 那个冰粉 迷你 果然爱马仕 可以迷你的 来吧 哎呦 人长得说要记住加笑草 完全爱马仕的 给我 给我加一个笑草 还有那个枕珠 太好喝了 我给你讲吧 现在我们过大那一天 很多卖冰粉的 他们都 我都不怕 因为嘛 你要说长江前浪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前浪推到后浪去 是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浪一吃都好 我就搞昏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对不对 前浪是在沙滩上 我们前浪的庄志文 他推不动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嗯 我们都已经可以说话了 所以说 他们我说我这冰粉如果不好吃 你买一碗呢 我不说话 好吃的东西他会说话的 对不对 是啊 对 她是成都的 对 成都的 成都要做要做 成都要做 成都要做大 要做plus plus 还两个 你们三个人一起喝这个 他们三个人应该用这个碗 大碗 来吧 都来吧 这个叫中口的一条 不合是自己家 好好喝 娘娘 我摔了 好摔 再摔吧 美女 新衣今天穿了一条宽松的裙子 好漂亮哦她 真的是太合适了 太漂亮了 我的天啊 新衣刚才吃那个鸡爪的时候吃了十了 是不是 真的 好假 今好假 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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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假 对 这个吃清凉解渴嘛 巴适得很 我觉得这个冰粉就是你去了夜市吃了很多辣的咸的 对 最后就用它 特别清爽 这个冰粉啊 一定要吃带气泡的 对不对 还有白富梅 我们还有白富梅 看见没有 还有这个 黑李翘 龟龟 还有瑰麟糕 瑰麟糕 还有她的最爱 还有一个别名叫什么 卷土重来 瑰麟 瑰麟没有了吗 重新再来 对不对 太有讲究了 瑰麟糕 叫做卷土重来 果然是大学边上的 就是有文化 对 对 这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 我在大学边上卖东西 没有文化 不熏陶怎么行 怎么能hold住他们 对不对 好 各位 请回到自己的座位 好好吃哦 刚才吃里面搬起你把里的了 没事 没事 刚好吃 心意再拿一碗来吧 来好走 来好走 吃瑰麟糕 吃出了自助餐的感觉 自己想偏什么就可以偏 好 请大家投票 这次占成都 成都 好 因为娘娘实在是她也能说了 她也能说了 对 二姐 二姐 肯定成都 四九岁 优才八北 优才优才八北 我想说的是 刚才的这个叫什么 TACO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她健康无油 这对于现在我们很爱健身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但是我选成都 都变那么久 全票成都我跟你说 真的 这个冰粉真的是有记忆中 太炸了 对 是 人家姐姐人格卖你这么可爱 最爱的味道 魏晨 童年的记忆 老伟儿是记忆就住在我的人家 人家里面找得出来 人家里面找得出来 天类又开始说了 人家嘴 魏晨又丘解了 为啥 健身的人来讲那个真的也是很不错 对 这是植物的吧 对 病粉丝 植物体 我们就是 我们数字十二个字 彩天地之灵际 及日月之精华 对 然后成都 我们也许成都 全票通过 这一轮成都获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比娘娘还要高兴吗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继续了两轮 接下来两队谁先来 好 王晓晓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同学大学 现在即将要念研究生二年级的王友晴 董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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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其实想推荐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麻辣烫 今天我其实想推荐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麻辣烫 来 请上 健康麻辣烫 意思是没有汤 我真的没有汤 全都是蔬菜 素菜的 全都是素的 对对对 那不是失去了他的意义 来 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来自上海大学路的乐书小辣烫 我的名字叫做王一丁 这里有王一博 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嘛 然后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就非常的忙 没有时间就是自己做饭 然后在家的时候就想起来说 因为我是来自甘肃的 然后 我从从学到一直到上海来工作已经将近十年了 就是没有吃到过这种干拌的麻辣烫 很想念 所以我想把我家乡的这个麻辣烫 带到上海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 同时呢 因为我自己呢 有就是吃菜这方面的需求嘛 所以我希望它更健康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麻辣烫主要都是蔬菜 蔬菜 好 请各位来品尝一下 特别是来自甘肃的老乡啊 拿着筷子 带着肚子 带着肚子 这已经都是肚子了 来 魏晨 老师 要看一下 沙拉 就是煮熟了的沙拉吧 沙拉 古莱曼 沙拉 我们是来工作的吗 这就是工作的 对啊 你不知道去年齐勇姐上一期节目 包了100多个小龙虾吧 但是一直啊 换着 最厉害的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安以轩 我看过那一期 安以轩但凡是遇到好吃的 就会说 哎 我的助手 我的助手刚把饭盒拿过来 对 打包回去 打包盒快来 对 因为我现在这个里面是 只加了沙茶酱 只加了沙茶酱 也可以搁辣酱 对 吃一下 对 可以吃一下辣椒和 这个很劲啊 啪啪酱 对 我们的麻辣汤 是被很多健身教练推荐的 对 在我店里呢 我的所有的这些食材 我全部都是有这样的小的包装 小包装包起来 然后每一个包装 都有固定的一个刻数 对应它的热量 这样的话 健身的同学呢 然后到我店里就能很方便地 计算出它一餐的一个 月亮的热量 对的 还有空间吗 我还有一片毛肚的空间 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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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强力推荐给健身的人 对 这个一定是像 王欧应该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概念很好 因为我们确实 没有太多时间吃蔬菜 而且每天晚上8点钟之后 所有的蔬菜 你尽情可以打包回家 搬家 是不是 不不不 全面打包 只用当天的新鲜蔬菜 但是必须你家里能够吃完的量 讲究一个节约 好一销 对对 放下你的筷子 好 因为我吃了一筷子 接下来 成都 好 罗亚利 别坐下来 别坐下来 因为成都的是脑花 大家好 我叫罗亚利 然后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大一学生 你要推荐你们去那边什么好吃的 烤脑花 高姐提到川菜 就不得不提这个黑暗料理 我们成全把它叫做长鹰观罪 长鹰观罪 长鹰消罐 高姐您做这个做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8年了 您是哪里人 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江西人做四川烤脑花 是这样的 这个原因是我老公 他特别喜欢吃脑花 每次我们出去吃火锅 脑花就是他必点的菜品之一 有一次我们出去吃烧烤的 我们点了一份烤的脑花 比那个火锅脑花吃起来更入味 当时我们店里在买那个烤鸡腿 生意不吃很好 后来我想把脑花以创新的方式 引进我们店里来发展一下 您是怎么创的新 我们这个烤脑花是 这个西子晚上的这个大锅 熬制了十多个小时的高汤 立烤而起的 好 我们先不说 来 先吃 来 先吃 您把那一片毛肚的空间 留给这个脑花 让给这个脑花 来 大家赶快 有能吃的吗 有愿意吃的吗 我的肚子还有一片毛肚的空间 因为这有四个味道 对对 未成快来呀 工作呢 这是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要吃饱 有四种味道是不是 对对 麻辣 姜辣 那这个呢 这是泡椒味的 这是五香味 五香味 对对对 这个是香辣味 你们趴在这吃 这是泡椒味 泡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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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我们事情 Sang话来讲吧 就是把 死的瓣 泡椒味 那您在介识录上 我夜市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十多年了 听说您还差点认一位学生做干女儿 怎么回事 是的 因为这学生呢 他独大一的时候 他天天来我们家吃草花 一天都要吃几碗 给你 esas两碗 把学费交给你们喜 propor 给给给一个五香的 嗯 后来他看到我忙了 一个五香的 这是五香的 对香老的 satisfying的 这个是五香的 所以之后呢 之后呢 他觉得我们俩挺投缘 他说我干脆认你当干妈好了 他说 像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每年逢年过节了 就被了免费吃给你当干妈了 对 他都要到我们家来吃上台银饭 来看一看 好的 各位把自己吃的这个 这个脑花先端回去 好不好 来 回到座位上 现在我们要开始投票了 今天对于这个心意来说 有可能是人生最幸福喜悦的一天 我这个东西排着出去一份 真的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来了 三位 成都的还是上海的 我选成都 成都 特别好吃 我支持那个甘肃老乡 对对对 谢谢你 好 对 我觉得今天成都一定会赢 但是我今天想说上海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概念都很好 对 它一直在以健康为主 所以我还是蛮支持上海的 就是吃着人家的豆花 吃着上海 脑花 这 这 这 心意不用说了 对 我肯定是 金招有肉 金招吃的 哎呦哎 但是我会给我老公推荐那个麻辣汤 健康 他是健康的那个 对 他健康的 他健康的 就是他吃的麻辣汤 你是缩着豆花 哎呀 各国各的日子 真的好健一气 好爽啊 好 罗医乡 用了一片毛肚的空间 尝了一下脑花 品尝了半碗脑花 脑花 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又觉得那个 上海的那个概念是真的很好 因为大家现在喜欢吃麻辣汤的 年轻人很多 正中我下怀 嘿 所以我支持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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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他 手里举着上海的牌 嘴里含着自成的脑花 所以我选上海 对 三重脑花 对 现在是2比1 成都落后一分 成都居然是 好 谢谢高姐 谢谢一丁 谢谢 谢谢 我们先撤 好 各位 比赛进入最关键的时刻 有请最后一组 来 双方派代表 首先上海 前后两千万 拍照更出息 前前拍照 车肯定 这才叫吃的 大鸡腿 为什么最后上这些 车那么横走 好 是吧 我最爱吃 那时候有一个外国友人 到我们这儿来吃 说不够辣 这涉及的主个尊严 是吧 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失去了他 二姐疯了 谁把肥肠送走了 我闹气呢 老板 我已经在从机场回公司的路上了 等会儿我们准备开个会吧 别急着沮丧 周五夜不下班 远比你想象中有趣 天天向上 全新 好 各位 比赛进入最关键的时刻 有请最后一组 来 双方派代表 首先上海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段超 来自统计大学 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 今年是博士生三年级 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呢 是新疆的一家米粉 上海的菜 怎么都这么西北呢 西北 还真是啊 说到新疆 大家会想到大盘鸡 烤羊肉串 烤囊 但这个是一个融合赛 叫新疆米 上海 杭哥 你看这菜太实声了吧 这一碗能吃完吗 新疆人叫实在 我们新疆人就是大气 大气 什么东西一定要多 一定要足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米粉就是从咱新疆运来的吗 是的 那你每天大概能卖多少碗呢 我们店都是限量的 每天大概就做五六十份 而且真的特别难约 就是一般周一约到周五 才能够吃到这种米粉店 以前一个礼拜约啊 四天 这个米粉很特别 它是贵州人在新疆发明的 哦 其实是一种融合创新 代表新疆其实是一种 开放融合的文化 好 来 各位 来 尝一下 这是辣的等级 对 这边是不辣的 不辣的 微辣的 中辣的 往最后去 爆辣的 变态辣的 有人辣 有人辣 叫有人辣 吃鱼芒芒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半的 半的 越吃辣 皮肤越好 韩哥 真的是这样的 韩哥想不想知道 有人辣是怎么来的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外国友人 在我们这儿来吃 吃了我们的爆辣以后呢 觉得不过瘾 他就很蔑视地说 不过瘾 然后我说那个 这是你的祖国尊严啊 是吧 我说你这个下周 咱们约时间过来 我好好地伺候一下你 对 然后呢 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失去了他 就再不来了 所以他就叫做友人辣 外国友人 太辣了 有人辣 有人辣 我们把命辣的 变态辣有没有 这怎么没有辣呀 什么 哎 你们为什么 先从最辣的开始吃 这是不辣呀 这儿就有厚的 不辣吗 来 吃点 不辣 辣 辣 吃点这个 不辣 对不对 你们可以尝一下 那个饭粉它非常地香 那个香药很香很香 我看看味道呢 对 看你稍微掰一下 一拨那是粉 是 我虽然是西北长大 但我从来没有吃过 新疆的米粉 这真的是第一次 咋样 咋样 味道真的不错的 真是不错 因为你想看 到这个点 已经吃了那么多轮了 还能够说这个东西好吃 其实就真的是味道不错了 刚才看看萧萧 把筷子将兴趣 好 缩了一下 每一个 你拿每个筷子在里头 已经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放食物 只能尝味道了 对 好的 接下来 哦 烧烫一下 来 重复的 我说我一片毛肚的 但是这样 已经吃了 已经吃了一锅了 来 大家好 我是郭雨剑 我是来自电子科技大学 历人班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电子科技大学 历人班的刘宇 大家好 我是电子科技大学 历人班的刘家豪 其实我今天推荐了两家烧烤店 然后我推荐的是徐亮烤题 新鲜的猪蹄 经过十几种香料 蜜之入味 然后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水分 然后咬一口 你就会爱上徐亮 爱上我们的成都 我的话筒呢 你们让我站在中间 也不给我个话筒 对 中间这位 好 我们推荐的是 鸡翅包肥肠 鸡翅娇嫩 肥肥肠润滑 两种最鲜美的口味相遇 能烈地冲撞着味蕾 是 哇 上菜 来吧 人间鸡翅 这才叫吃的 鸡翅包牛肉 哇 打鸡翅 为什么最后上这些转吗 我来来 带手了 带手了 应该用筷子 不用筷子了 不用用筷子 筷子 我不用 我不用你自己来 不用用筷子 他这个是五骨的 五骨 没有任何骨头 咋样 咋样 你先说 好 先说 等会儿啊 我现在已经感动了 感动了 送休息室去 我感动 好 几次吧 我最爱吃 你赶快尝尝 我没有 我没有 回顿 回顿 凤哥 凤哥一定是猪蹄 对 哇塞 天 鸡翅包牛肉 一片毛肚的量 还是可以放下鸡翅的 对对对 这是鸡翅包大肠 这边 我可能吃到了整个牛肚 你带手上来 老板 我知道你一定爱吃这个 对 绝对棒 这个绝对超棒 这个是蜜枝烤的 怎么样 你们三个觉得 包拉姿 包拉胶 拍胶纷纷 等一下 感觉很入味 超入味的 香辣麻辣 我吃上头了都 哎呀 大了 吃辣了吗 上头了吗 开了吗 吃大了吗 听说这个排队会排得很长 我没睡着鸡翅 其实有时候 夜里两点钟的时候 还有鸡翅包大肠 吃的时候 对 都会排得非常长 夜里一 两点还在排队 谁把肥肠送走了 那个二姐疯了 谁把肥肠送走了 谁把肥肠吃了 我的肥肠 我要吃肥肠 大张伟 你觉得怎么样吃了以后 你以为鸡肉已经很好吃了 牛肉已经很好吃了 他居然把两种肉搁在一起 简直是疯了 你就感觉这种想法简直是疯了 但是吃完一块 感觉味蕾特别的开心 对不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 您这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分 两天再问 我们累计超过十年时间 差不多一千万只了 十年时间一千万只 你是怎么发明的呢 包虾的 我在朋友家吃了个鲁蹄子 没有吃完嘛 我就把这个鲁的没吃完的鲁蹄子 拿到那个烧炒架上去烤 没想到那个味道 香喷喷好吃的不得了 好 这个人生就改变了 对 这题就给提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没剩什么了 好 请大家回到自己座位上 就剩盘子了 大 只有和王一博 你都吃成这样了 王一博你先收一下你的感受 王一博 跟没断奶似的 我来 吴迪了 吴迪了 迪了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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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多么 多么寂寞 好 接下来 您呢 这特别棒啊 为什么会把两个 那么好的东西在一起 感觉是 双剑 绝带双交 双剑合并 双剑合并 对 好 玩这个意儿吧 好 我觉得这边 虽然说好吃嘛 一喝 但是上海这边呢 其实它这个美食里面 会有一些情感的东西存在 所以我觉得情感加上美食 它才是很丰富 有故事的美食 一边吃一边哭 所以我投给上海 你不用投票 没有权利 没有投票 就问问你 别自作多情 好 接下来开始评委投票了 双剑 虽然都是很好吃 在美食的那个口碑上面 不分伯种 但是我觉得 就他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打动了我 不仅仅我们做的是这碗米粉 我们还要为国争光 外国人说我们这个辣不够辣 我们就发明出来一个 辣到失去你 辣到失去你 对 好 所以这个我站上来 上海 我觉得我们 这成都战队已经有外国朋友了 也为国争光了 所以我呢 还是 你反正一直都是成都的朋友 对 你恨不得两面都是你的成都 各位好 忠于自我 对 对吧 我也投成都 成都 对 我们要事先提醒大家 现在是成都 暂时领先 领先 好 关键的魏晨 我觉得米粉真的很有新意的 虽然我是西北人 但是我真的没有吃过新疆的米粉 而且成都的这个确实油很大嘛 很不健康 但是好吃怕他健不健康呢 最后一票我们交给X9的三位 上海的有代表他的情感 但是成都也不一定没有他所代表的情感 而且我觉得成都他做食物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特 好 所以你们投票给 成都 成都 好 接下来 现在总票数是2比2 对 接下来你们三位来投票 最终决定上海和成都哪一队会赢 上海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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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锋 上海 天哪 你刚才吃这个什么脑花 吃猪蹄 不要吃瓜意 不要吃瓜意了 不要吃瓜意 接下来 最关键的一票 大老师 是你的 关键是我来 只有你能够完成 对了 每个学校派一个代表上场 你抓住他们的手 你举起哪只手 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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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 你好 你好 女士和先生 今天的夜市大PK 获胜的到底是 你在跟人耗麦是吧 老中医上海 老中医 上海呢在 到底是成都 还是上海呢 3 2 大张维迪 要不要发表一下你的感想 不要啊 咱们 3 关键时候 2 1 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 全新拍照手机 OPPO A11 提醒为关注 稍后看电 最辛苦的就是我们场上的几位评委 他们太辛苦了 他们从头直到尾 去的 到底是成都 还是上海呢 3 2 1 大张维迪 要不要发表一下你的感想 不要啊 3 关键时刻 2 1 上来 因为上海的东西 它有那个新颖度嘛 咱们成都本来就好吃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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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上海的 有大礼包 我也投了上海 是吧 是吧 但是没有人抱我 颁发奖杯 颁发奖杯 下好的房门 下好的房门 下好 好的 我们有个大礼包 大礼包 大礼包 来 大礼包 大礼包 这份沉 这谁拿的啊 2个 1年的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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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韩硕非面膜提供的大礼包 还有最重要的 他们得正怂 我们接下来 请落败的一方学生代表 排成一排 来 3 2 1 上海高校夜市最棒 成都也棒 喊的时候 上海 对吧 今天特别的高兴啊 能够把大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当然最辛苦的就是我们场上的几位评委 他们太辛苦了 对 他们从头吃到尾呢 工作真的是有这样的 我也去愿意 对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 我们2017年的这个优秀的 优秀的高考生 我们是光 赵磊 还有子凡 谢谢你们 谢谢 恭喜啊 恭喜我们的上海代表队 获得我们今天的优胜 是的 最后我们还要送给每一位毕业生 一首歌曲 干杯 干杯 愿你们青春热血永在 一起来春春干杯 耶 如果说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 浮现了那滴眼泪 那片蓝天那年毕业 那一张边哭边笑 还要拥抱是你的脸 想起来可爱可怜 可恶可及可谁多怀念 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了解 当回忆重拨靠近 处就岁月在我眼前 我和你流着汗水和这气血在操掌边 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 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 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遍 有些曾向我愿望从前将誓言 只是我望着海边等着永远模糊了视线 终究会有一天 我们都变成昨天 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间 有一天 这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说出一次没说对你的感谢 和你再赶一杯 再赶一杯永远 和他就能伴随 碎碎和念念 时间都停了 他们都会来了 怀念的人啊 等你的来到 时间都停了 他们都会来了 怀念的人啊 等你的来到 贵州省前西南自治州的侧亨县地处边远山区 地区海拔1600多米 交通普遍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境内的那桑村是一个高山上的村落 为了生计 村里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 只剩下了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来介绍一下你的坏家里有哪些人 我叫周建仁 90后 我姐姐是从大学 西间就一直在这边支教 当时我特别好奇 她为什么会这么热衷这个支教 因为我爸妈一直觉得 三村支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带着父母的关心 刚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周建仁 来到那桑村看望支教四年的姐姐 在跟孩子接触的几天时间里 她发现 这些在学校里看似快乐的孩子们 却隐藏着各自的辛酸故事 这个地方的留守儿童的比例 相当于达到了60%到70% 所以不是老人在带孩子 就是大孩子在带小孩子 我们每次看到这种场景 都觉得非常的心疼 与城里的孩子相比 这些孩子放学后 反而扮演了父母的角色 本是孩童的他们 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重担 他们几乎没时间去感受 原本属于童年的欢乐 你要告诉我们你回家都做些什么呢 洗碗 洗菜 扫地大地地 没有时间玩吗 我不想出去玩 布衣族男孩王忠肥性格内向 在她三岁那年 母亲趁她独自玩耍时偷偷离开 去了深圳打工 当母亲回家时 却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 那时候我妈妈打工回来 我不记得她是谁了 回来时候准备要去报答一下 她不愿意 因为回来时候她早就不认识了 不记得了 就是当到末时的样子 孩子们的这些经历 让城市里长大的周建仁非常难受 即便自己像姐姐一样来山村治教 也无法改变留守儿童的困局 怎么样能够再帮助他们 让他们的父母能够返乡 在家门口 就能够照顾孩子 为了解决乡亲们 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周建仁把目光瞄准了 当地特有的唐蔗 由于侧亨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 这里盛产一种优质的唐蔗 当地百姓用唐蔗熬制古法红唐的传统 已经代代传承了千年 我们就意识到 既然当地有一个这么好的瑰宝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把它继承下来 把它传承下来 做成一个当地的事业 这样就能够让外出打工的青年青少年回来 于是 原本打算回到大城市的周建仁 决定跟姐姐一样留在村里 她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走访了当地十多个村子 拜访老师傅 学习这种匠心手艺 去向一些老师傅 让他们学习一些红毛的工艺 她把孩子与父母团聚的希望 都寄托在同堂 这块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上 大女儿已经在村里执教 大学刚毕业的儿子 也要去村里创业 周建仁的父母 为此跟儿女产生巨大的分歧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会碰多少钉子 他们都在劝我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 后来在多番游说之下 我终于把父母打动了 让他们给了我启动资金 带着从父母那儿 从产品到包装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我们的麻绳是老奶奶自己搓的 一些土布袋也是 年中老年父女自己 亲手缝制的 经过不断的尝试 他们终于生产出了第一批 用现代工业熬制的红法红糖 周建仁实现了帮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的承诺 孩子们终于可以跟父母团聚了 我在这里离家又近 就给照顾老人还有孩子 一家人又连在一起了 如今周建仁的红糖厂 百分之六十的工人 都是返乡就业的村民 随着红糖厂的发展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 留给当地村民 小小的红糖 让孩子们的童年不再苦涩 我希望每个山里的孩子的苦恼 都能与最亲的人分享 每个山里孩子半夜睡醒 都能看见父母慈祥的脸庞 忍者 善也 一个小小的善恋 承载着大大的成容 周建仁以他的热忱和直处 在前西南的甘蔗林里 多重希望 用深藏大山的传统手艺 为孩子们熬出了甜蜜的团圆棒 越来越多的青年 选择扎根农村 他们在田野上 脚踏实地的耕耘 帮助乡亲们 在家乡 重拾亲情 与信心 天天向上 恒电 作为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豪莱宇 镇北宝西部影城 中国电影 自这里 走向世界 当白天的沉销远去 灯火蓝山出 夜市 是吃货们最不可错过的 饕餮阵地 欢迎来自南北两大影视城的 夜市对局 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 前前拍照手间OPPO R11 提醒您关注 下期看点 乔欣 我看你是真爱吃 前方 没勺子 我忍不住了 真的真的 宫廷夜 哇 这个看上去太丰盛了吧 百年美食来啦 对 对 银河百年老之后 真好吃啊 都没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观众 根据个人喜好来进行 偶票 羊肉 羊肉 下周晚10点 天天向上 听影视幕后独家故事 品南北美食饕餐盛宴 一切不是只为等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函数 黑面膜天天向上 感谢OPPO拍照手机 对一片等于